我真对你 以后别跟他们出去了 好的 以后几个哥出去 谢谢 哥的安全意识很强 本次露营 又名愿众人类和他的奇妙朋友 手工人上线 露营第一步 先把帐篷制冷起来 你直接解这个吧 露营第二步 解封绳呵呵呵 哥看我这解 真道歉 为什么 查了呀 没哥聪明不是吗 专售糖衣炮弹的工作人员 偷闲体正直的大怨中 今天来露营 我只做一件事 解 我在解 从嘴角用力 到五官用力 只需要一个绳结的距离 无路偏逢连夜 这山里的飞虫 也是贱人下菜点 我终于解开了 哈哈 露 大露特露 刚刚只是冰山一角 这个解绳过程 需要我用一声去治愈 大功告成 别吃苦了 捏住命运的耳朵 我拍我拍拍拍 遗留住命运的后伯格 走你 尝试用人类语言跟狗子交流 奇妙朋友 我听不懂人话 开始搭帐篷外掌 强迫正常性 第四步 记风声 哥不会记风声 但哥会查教程 迅速get 感谢互联网大学 完成 仔细检查 哥组装的帐篷必须严丝合缝 强迫症再次上线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露营第五步 定钉子 哥眼睛虽然不大 但视力绝佳 标准 开钉 别人家的奇妙朋友 大哥 起来还没打扰你 这是一只能听懂人话的狗子 这是那只听不懂人话的狗子 小心翼翼 大摇大摆 听不懂人话的朋友 现实翻场 头也不抬的巴 接下来花样解锁定钉子 的姿势 帐篷竣工 玩个手游放松一下 准备降落音 头一次玩 高科技有点东西 你以为我会用手接 我可是谨慎的人类 稳稳降落音 大事不妙 你追 我跑 一台父子子孝的大戏 最后是一些奇妙朋友搞破坏钱的画面 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 有时候慢下来 才能抓住更多的美 Oh baby I miss you I wanna be here with you 把你的名字写进行里 在我预先的声音里 好好走进你 看不到的夜里 我时刻在想你 你是否能听清 此时刻的情绪 我是否该逃离 才不至于彻底 在看不到的夜里 我时刻在想你 你是否能听清 此时刻的情绪 我是否该逃离 你要去向哪里 未经许可,不得翻譯